不是說哪一個政黨執政就一定會發生戰爭 這完全看獨產者 中國可能會在台灣創造一個氛圍 就是和平跟戰爭的選擇 那我也看到在野黨故意去顧問這個事情 和平我們要靠實力來得到 不能靠和平協議 和平協議如果有效 西藏不會今天這麼慘 如果協議有效 那全世界就沒有所謂的戰爭 所以我要特別跟大家報告 另外戰爭跟和平不是用選擇的 如果可以選擇 大家一定會用選擇和平 但問題戰爭是什麼 是獨裁者發動 不是說哪一個政黨執政就一定會發生戰爭 這完全看獨裁者 中國可能會在台灣創造一個氛圍 就是和平跟戰爭的選擇 那我也看到 在野黨故意去顧問這個事情 我們一定要先逃遍 要看好清楚 不能做出錯誤 因為你一旦總做一步 要回頭做 再看國際局勢是怎麼樣來處理目前中國的威脅 大家可以看得到 之前韓國總統 李奇悅也特別提到 他說北韓的問題不是南韓的問題而已 他說這是全世界的問題 南韓的總統也說 中國的威脅不是只有台灣的問題 是全世界的問題 但日本的首相安田文雄 他主持七大工業工 七大工業國的會議 他在致死的時候就講了 台灣的安全是全世界的問題